这是中国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部历史专题纪录片 从中国境内远古人类起源一直到清朝灭亡 全面再现了中国古代史 某半评分高达9.2 今天就让我们跟着专家的脚步穿过历史的迷雾 走进那段被尘封已久的岁月 聆听祖先最古老的故事 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个问题 我们中国人的祖先是谁 他们来自哪里 随着大爆炸 宇宙形成了无数星系 在太阳的周围有一颗蓝色的行星 这就是我们的地球 大气层和液态水 使得地球成为我们的已知唯一有生命存在的星球 大约在40亿年前 地球上诞生了最初的生命 而人类的出现则是数百万年前的事情 我们的祖先来自于一种数量稀少的古猿 最初他们是在树上生活 但随着地球气候变化 食物逐渐短缺 古猿被迫从树上来到地面 他们不得不搬动石块寻找食物 或者用棍棒挖掘野生植物冲击 在这些劳动中 古猿的四肢逐渐产生分化 前肢分化成手 后肢分化成脚 直立行走的出现 是人类文明史上至关重要的一步 它不仅解放了人类的双手 也打开了人类创造文明的源泉 在残酷的自然环境中 我们的祖先不断寻找着食物 它们没有猎豹的速度 也没有狮子的力量 但它们拥有灵巧的双手 速度惊人的长腿 以及手中的长矛和石器 武器的出现是人类掌控世界的关键所在 而根据北京猿人遗址的发现 表明在50万年前 我们的祖先北京猿人 就已经开始使用火了 火造就了我们今天的文明 它帮助我们消化脂肪 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 让食物更容易被我们消化吸收 同时日益丰富的营养 让人类的大脑飞速净化 在经历了大约几十万年的漫长岁月后 猿人逐渐发展到古人阶段 也就是早期制人 相当于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时代中期 这一时期延续到距今四五万年前 此时人类的原始特征逐渐消失 我们的祖先从古人进化到新人 也就是现代人阶段 这个时期的人类如果戴上头套走在街上 根本没人能分辨出来 新人的足迹遍布中国大陆 主要有内蒙古核套人 山西智域人 四川滋阳人 山东泰安人 吉林榆树人 云南丽江人等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 山顶洞人 而此时的人类已经掌握了魔制技术 他们开始制造避寒的衣物 走出洞穴前往更广阔的地方 除此之外 在山顶洞人的遗址内 人们还发现了老年男性 中年女性和青年女性的头骨各一具 这表明下世是一处公共目的 这对于人类文明来说 是一个很重大的转变 这意味着人类开始重视生命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开始密切起来 人类开始从松散的原始部落 转变成固定而持久的大家庭 由此产生了士族公社 中华文明即将进入一个伟大的时代